男孩狼狈地瘫倒在椅子上 面前两名导演对他虎视眈眈 为了防止男孩清醒后闹事 他们打算用照片记录下他不可见人的一面 丝金头痛欲裂地睁开眼睛 没想到刚穿越就碰上这种事 这身体还被吓了不少药 他一边感叹天神监狱真会玩 一边飞起一脚踹飞沉倒 在刘富岛愣神之际 丝金又一脚将他干费 紧接着毫不客气地掏出手机 一道神力迫使两名导演黏在一起 丝金笑容冰冷又不屑 二位可真上镜 明天的娱乐头条一定很好看 拍完之后一个响指让两人瞬间昏迷 而丝金头也不回地走出房间 大厅里充斥着震耳欲容的音乐声 男人们驱摸乱舞 丝金戏谑地调侃这地方真不错 系统还不快出来 系统小妖战战兢兢地冒出头 眼前可是天界人人皆知的001号囚犯丝金大人 500年前他以一己之力杀了上一任天军 因罪孽值严重超标 被关了500年后被流放到3000未免经历各种悲惨人生 摊上这么一个宿主小妖欲哭无泪只能小心伺候 而丝金这次的任务是用原主的身份走完剧情 原主本是京城首富白家的白丝金 长相单纯笑容田 被粉丝称为国民初恋 不幸的是爸爸去世后继母和继歌抢走了所有家产 经纪人开始落井下石 男朋友也公然劈腿 目前的剧情是原主被两个导演骗来这里意图不轨 原剧情原主凭借一身散打功夫拼死逃出 奈何两人用他狼狈的照片大肆宣扬 导致原主形象崩坏还无家可归 最终饿死在一个寒冷的冬映 丝金漫不经心地接收完剧情 看来原主老爸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一点遗产都不给儿子留 小妖补充道 原主早为了男朋友和家里闹翻了 丝金眼神瞬间冷了 她男友却在她没前后公然背叛 周围空气降到冰点 小妖战战兢兢 主神大人想做什么 以丝金的性格绝不可能老老实实 按照原剧情当受气包 下一步就是她收拾渣男的时候 就算离了白家 也不是你一个废物能高攀的 在这个过程中 丝金顺手俘获一名心动男神 没想到对方是个腹黑老狐狸 被撩到之后竟然直接推倒丝金 因为罪孽之深重 丝金被发配到三千位面 经历各种苦难人生 但身为天界最强囚犯 他并不打算跟着剧情当受气包 小妖瑟瑟发抖地提醒 他不跟着剧情走就会受到惩罚 丝金一脸无所谓 一边在网上发两位导演的亲密合照 一边顺手黑掉了天界的主系统 以天界那群废物要修好 至少得上千年 小妖经历于丝金 为什么还能使用神力 不是说囚犯的神力都会被剥夺吗 丝金一脸淡定 我是与天地共生的自然神 神力由天地灵气所供 任何神都无权剥夺 小妖马上跪舔 我的系统太垃圾 没有黑的必要 求大人手下留情 丝金笑容和善 有自知之明就好 小妖一边讨好丝金一边 提醒她快点把这个世界走完 罪孽值抵消完之后 就可以回天界了 丝金并不打算削减什么罪孽值 她提醒小妖 你看看我的罪孽值是多少 小妖直接绝望 一个任务最多十积分 我是要被困在这三千位面吗 而丝金眼神一片发现猎物 这里竟然还有这种角色 丝金眼神里都开始散发荷尔蒙 毫不犹豫地走过去搭讪 叔叔 一个人吗 不知道我是否有幸请你喝一杯 小妖不知道这位宿主 又搞什么骚操作 丝金用神识告诉她我中了药 要找个人做解药 被搭讪的男人看向丝金眼神 没有丝毫闪躲 举起杯子碰了一下 荣幸知智 看着男人上下滚动的猴结 丝金眼底桃花泛滥 但表面却故作单纯的补掌 叔叔第一次来这里吗 我也是第一次来 被人骗来还下了药 男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丝金 我也是在这儿等朋友 不过很不幸的是 我似乎也被下了药 丝金马上紧张地站起身 我去给叔叔叔买解药 男人一把将丝金扯进怀里 一个大男人去买解药 面子还要不要了 丝金得逞地抱上对方脖子 我这不是为叔叔考虑吗 男人也不甘示弱 或许我们可以不用解药 直接去包厢 男孩被人喂下美滋滋 找了一位斯文大叔做解药 然而狐狸大叔不好惹 直接反手围攻 却发现两人属性相撞 一番欲情故纵地拉扯之后 猎物上钩 诡计多端的丝金故作单纯 都听叔叔的 两人跌跌撞撞来到房间 骆灵渊迫不及待地反手围攻 而丝金却毫不客气地调转位置 直接给对方来了个壁咚 叔叔别急 你可是我的第一个 骆灵渊眼底浮现一丝兴奋 你也是我的第一个 他总觉得眼前的男孩有一种熟悉感 当时看到他的第一眼就莫名悸动 仿佛对方已经在他记忆深处藏了很多年 丝金同样也感觉心跳剧烈 五百年没有这感觉了 我竟然也会一见钟情 眼前的大叔让他意乱情迷 甚至不知道位置是何时调换的 反应过来才发现自己到了下面 骆灵渊居高临下 我觉得这个位置才是最合适的 丝金震惊之于满脸问候 直接推开骆灵渊 叔叔 到此为止吧 骆灵渊一把抓住丝金手腕 略带怒意地问他要去哪 招惹了我还想跑 丝金扎里扎气地甩开骆灵渊 叔叔 我真的舍不得你 但我解不了你的药 自然要分开 骆灵渊戴上眼镜又恢复了斯文败类的模样 告诉丝金不用自己去找人了 我认识一个不错的可以介绍给你 丝金半信半疑地看向骆灵渊 试图从眼神中看出对方的真实异谱 然而狐狸的真心藏得很深 骆灵渊眼底满是真诚 还提议和丝金边喝饮料边等人 男孩本以为狩猎成功 不想却成了对方的盘中餐 丝金一觉醒来全身酸痛 而骆灵渊却吃干抹镜直接玩消失 但他在丝金手机里存了自己的号码 还贴心地叫了早餐和玫瑰 丝金怒从兴起 自己堂堂天界战神 一时不慎进稿地像个无知少女 他毫不犹豫地拉黑落灵渊 还等着我联系你 下次见面不弄死你我就跟你信 事已至此 他问小妖身为系统有没有什么特殊功能 小妖弱弱地表示自己只会屏蔽痛绝 丝金倒是很满意 快把我身上的痛绝屏蔽掉 现在就去剧组解约 昨天那两个导演被丝金整惨了 正打算用解约来报复他 因为这个男一号的名额 是白丝金经纪人用所有资源换来的 一旦解约他就等着哭吧 丝金刚进门 陈导就甩出了解约盒 然而丝金却拿着合同淡淡开口 好啊 按照当初签的合同 你们需要支付我违约金 陈导直接拍而起 有没有搞错 是你违反合同散播我和刘富岛的丑闻 你还有脸要赔偿 丝金无所谓地笑了笑 房间没有摄像头 你的照片是娱乐日爆发的 从头到尾都和我没关系 如果没有证据的话 我可要告你诽谤了 陈导气得脸色铁青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丝金笑得一脸细血 我虽然没有白家的支持 但找个好律师的资本还是有的 到时候你赔偿的 可就不止这四千六百万 陈导直接吓傻 他只觉得眼前这傻白甜 从昨天就开始不一样了 丝金不再搭理 他直接转身朝门外走去 让他们等着法院传票吧 刘富岛马上出现拦住丝金 有事好商量 丝金眼神冰冷 这么说你们是打算放过我了呀 刘富岛语气善善 毕竟共事这么久 我们就原谅你了 丝金一把甩开他的手 抖了抖手里的合同 你们放过我了 但我可没打算放过你们 哥哥将弟弟送到导演嘴边 让他身败名列 却花重金给小白脸买顶级资源 当所有人都等着看笑话的时候 弟弟却功气十足地聊起了小白脸 两个导演本想用解约拿捏丝金 不想反被丝金抓住了把柄 我这个人牙字必报 你们就等着法院传票吧 或者现在求我也行 会下和身败名列你们二选一 两个导演明白了 白丝金这是要玩死他们 突然小白脸苏明哲推门进来说要试戏 他就是两个导演新看上的男主 也是丝金的哥哥花重金给他砸出来的名气 丝金懂了 两个导演怕被告得倾家荡产 在这拖延时间就是为了等苏明哲过来 丝金象征性地礼貌了一下 苏明哲却不给面子 被导演嫌弃的演员还赖在这里干什么 以为哭一哭就能当男一号吗 陈导迫不及待看丝金吃饼 一边恭维苏明哲 一边透露解雇白丝金要赔4600万的事 苏明哲直接上钩 递给丝金一个5000万的银行卡 让他赶紧走 丝金嘴角泛起一抹笑影 一脸灿烂地接过卡片 谢谢你了 二嫂 苏明哲马上黑了脸 白丝金你瞎叫什么 丝金一脸戏血 你是我哥的二房 不叫你二嫂叫什么 苏明哲瞬间感觉有被羞辱到 直接挥起拳头砸向丝金 丝金轻蔑地笑了一声 一把抓住对方拳头将手腕折断 你还真是爱找死 苏明哲疼得掉出眼泪 红着眼圈让丝金松手 这副梨花带雨的模样 丝金都不忍心欺负了 也怪不得圆主的哥哥喜欢 他毫无征兆地松开苏明哲 又一把揪起他领子扯了回来 一边贴心地给苏明哲整理衣服 一边蛊惑地问道 你看上我哥什么了 图他不娶你 图他有孩子 还是图他技术差 你不如试试我 我年轻力状保证甩白丝沉十万八千里 苏明哲修得一把推开丝金 丝金忍不住笑出声 开个玩笑 二嫂别生气 我只是提醒你 我哥给你钱不一定会让你花 你一下子给我五千万 他可能会不高兴 苏明哲瞬间慌了 白丝沉对他的确不算太好 一下弄丢五千万 不知道白丝沉会怎么对他 苏明哲近乎疯狂地 把矛头对准陈导 我那五千万不能没有着落 你把违约金给我 工资也提前给我 不然这男一号我也不演了 为了稳住苏明哲 陈导只能口不对心地答应着他 搞定了合同的事之后 丝金马上朝远主的别墅杀了回去 小妖已经买了一大包 他最喜欢的草莓棒棒糖 丝金表示很满意 你这小系统还挺懂事 还没进别墅房门 就听到楼上传来不可描述的声音 丝金怒从心起 远主这男朋友真不是东西 明明不喜欢男人 还一直哄骗远主 他走到门口毫不客气地踹开门 男友乔双一脸慌乱地看向丝金 金金 你听我解释 是他撩的我 我心里喜欢的一直是你 我发誓以后再也不放魂了 乔双知道白丝金离不开他 只要庄庄可怜完全可以糊弄过去 但丝金只觉得恶心 真是渣男惯用的把戏 他猝不及防地一脚踹在乔双胸口